你今天到底拿保险来做什么 你拿保险来推销呢 还是拿保险来解决客户的问题呢 有吗 这个界线就在这边 有吗 你可以跨过来 这样子这条路线 就是你到底拿保险来做些什么 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是什么呢 来 就是为了四个字 就是提升价值 要提升价值 你说提升什么价值 讲价值不是很虚无缥缈 在那边唱高调吗 是吗 老肖老师呢 不常唱高调 OK 因为老肖老师的声音 比较重低频 对不对 我唱不了高音好吗 来 所以我常常不唱高调 那你说价值两个字 这两个字好像看得到 好像也不是一定看得很清楚 你好像也过不到 对不对 是吗 所以我才说 有点虚无缥缈 在那边唱高调呢 你放心 来 老肖老师呢 一定具体时间给你看 怎么样呢 如何提升价值 从两个角度好吗 第一个 我们来看哦 我们从看到保险的价值 开始好吗 拜托 我不管你今天哦 来 你在保险公司 你今天在经纪人 或者是你在银行端的 有吗 甚至你在证券端的 那现在很多的银行端 证券端 也来跟老肖老师 学怎么卖保险 对不对 不管你在哪个环境 你在面对你手上的工作 就是卖保险 就是要把保险卖出去嘛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看到保险的价值 是吗 还是你只是用商品的价值 来看待它的 你只是能够谈谈商品的特色 跟数字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 现在数字好看吗 现在数字不是那么好看 跟我们过去哦 8%的利率怎么比 以前6%的利率怎么比 现在呢 好不容易可能利率 有网上走一下下 好了 宣告率来到3.5 3.6 3.7 3.8 可是呢 那毕竟是宣告会浮动嘛 那未来长期而言呢 你在用数字来看吗 所以你假设只能看到商品的特色 跟数字的话 那我告诉大家哦 可惜了 因为保险的价值呢 可能你要重新来看待它 不管 不管你今天做5年 做10年 做30年 重新来看待一下 有吗 看看保险的价值如何 好 所以这个直播的课程呢 我一定会很用力 让你看到保险的价值 因为呢 保险到底能够为客户 做些什么啦 解决客户什么问题啦 是吧 来 所以你看保险值多少钱 客户就看待它值多少钱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一定要 重新来看待保险的价值哦 再来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价值 就是你一定要看到 吃自己的价值 好不好好了 自己呢值多少钱 常常呢要问一下自己好吗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价值决定价格 有吗 自己有多少价值 就值多少钱 你今天到底拿保险来做什么 你拿保险来推销呢 还是拿保险来解决客户的问题呢 有吗 这个界限就在这边 有吗 你可以跨过来价值这条路线 就是你到底拿保险来做些什么 假设呢 你只拿保险来推销给你的客户 有吗 因为你是业务嘛 你为了就是业绩 为了就是赚钱 是 这是最实在的 医生也要赚钱 律师要赚钱 大家都要养家活口 没有问题 但是呢 每一件事情哦 它这个背后代表的意义 是不太一样的 你拿保险来推销 那你估钱的就是一个保险推销员 那我问你你的名片印什么 你的名片怎么会印什么 保险理财顾问 把顾问两个字拿掉 改掉改成保险推销员 你甘愿吗 你应该不甘愿 对不对 不管呢 你今天在保险公司 宋时你在经纪人 你有比较多的商品 可以来做一些比较 是吧 来 你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商品挑好的给客户 是吗 这个商品是一回事嘛 但是客户一定需要这样的商品嘛 来 他的人生为什么一定需要这个商品呢 你同意吗 所以不是挑好的商品给客户 而是这个商品呢 要解决客户什么样的问题 这才是关键 是吧 所以你有听到吗 你的角度是什么 你今天从事业务工作 从事保险业务的这个工作呢 你到底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自己 是吧 那我老川老师呢 一直觉得呢 保险是中心客观存在的工具 我常常说 保险不见得一定可以解决 扣所有的问题 但是呢 保险呢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能不能解决扣人生风险的问题 可不可以 能不能解决扣退休安养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啊 甚至金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能不能解决客户啊 财富传承的问题 你有看到吗 所以今天呢 客户怎么看待你 怎么看待我 是吧 好所以 就是你拿保险来说些什么 提醒大家 保险来是 当然需要诚信的推荐给客户 但是呢 这个背后呢 就是透过这个保险来解决客户人生的问题 好吗 那因此呢 这个价值才会浮现 好 我们才能够让客户呢 可能从心里面来敬重我们 对不对 OK 所以我常常也提取自己 我常常也提取我的血缘 当然我也提取眼前了你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努力 努力成为什么呢 努力成为客户心中的专业认识好吗 为什么会有遗产税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保单从头到尾都是要保人的 对不对 既然呢 要保人离开了 那我问你 这张保单呢 是不是要记录要保人遗产课税 是要保人的嘛 是吧 保单还没有结束嘛 对不对 保单还没有实现嘛 是吧 所以要保人离开了 被保险人还在 所以这张保单全数都会记录 要保人的遗产课税啊 对不对 所以会有遗产税的问题 那我问你是 累积的保费记录吗 不是 是死亡当初的保假 对不对 所以是死亡当初的保假记录哦 OK 我看大家都回答 对的问题了 是吧 来所以提醒大家 你要有基本的反应 看到这个问题 那你说为什么 很多有钱人为什么要这样规划 有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钱人 你知道腰保人都是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有钱人的保单比较大 你同意吗 保费比较多 相对的保价比较高 那你去想一下 有钱人保价比较高 为什么自己要当腰保人 因为主控权嘛 听懂这个道理呢 因为主控权 所以他自己要当腰保人嘛 能够控制住嘛 能够控制住这张保单 能够控制住这个场面嘛 对不对 要是腰保人给孩子的话 那把它进行解约 保单不就没了吗 是吧 来所以 为什么尤其是有钱人要这样买保单呢 之前不是有个案例吗 有一个老妈妈 五十九张这样的保单 保价高达四千万五千万 是吧 来 所以有一天呢要保人申雇 我问你 会不会记住遗产 会啊 不是累积宝贝哦 是死亡当初的保价记住哦 来那听一下 这边有一点细节 哎 不是今天哦 记住就一定一定会克到税耶 记住遗产 你应该清楚知道嘛 没清楚知道的话 赶快把基本的这个 专业把它养成起来 一个人未来遗产税的免税额扣除额 加加减据就是两千万 所以假设保价记住的话 加上房地产 加上股票 加上基金 加上债券 加上股权 加上所有的银行的现金 有吧 加加减据两千万以上 才会克到遗产税 对不对 好 概率地说啦 免税额扣除额啦 以后有空再来讲细节好吗 记住两千万以上的话 才会找到税 所以就是去检释一下 记住假设不会找到税的话 不见得要做主奔 这样了解吗 讲清楚哦 好来 那假设呢今天 哎 回过头来 我等待会先跟你说一下 什么两千万 这间店面又不积两千万啦 记住哦 来 差了啦 有没有 因为呢 身价 身价已经上亿了啦 这边呢 保价在五千万 再加击进去还得了 上亿啊 过以上资产 是不是都是二十趟的遗产税 五千万再加击进去 五千万再加击 一以上都是二十趟 那五千万再加进去 是不是要克二十趟的税 你妈 你是不是整整要都交一千万的税 你有听到吗 来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OK 我告诉你哦 来 日后呢 我有时间 好好的告诉你怎么办 接下来呢 我告诉你还不止遗产税的问题 你知道有一天呢 这样子我的基督遗产要克到税之外呢 要保人要不要变更 要不要啦 要不要变更 是吗 三个孩子 听说三个孩子只有买这样一张保单 三个孩子只有买一张这样的保单 那假设呢 这个被保险是小儿子 被保险小儿子哦 两个哥哥要帮忙缴税 因为三个人都是共同继承人 两个哥哥要帮忙缴税 那回过头来我问你哦 这张保单呢 日后呢 要做死后的要把人变更哦 死后要把人变更 要把人死后需要要把人变更 就如期给小儿子吗 你说被保险是小儿子 当然给他是这样吗 是 我们希望如此 但是呢 真的如此吗 我问你 两个哥哥呢 要是不同意呢 两个哥哥要是不同意呢 两个哥哥要帮忙缴税 真正保单保价五千万 两个哥哥就这样甘愿 让小弟哦 当鸭宝人吗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吗 就甘愿吗 有这样的哥哥吗 可以介绍两个给我吗 我都没有认识过这样的哥哥 你知道吗 没有这样的哥哥 你知道吗 老人家不在了 人性就出来了 要了解人性的问题 所以这边呢 会有什么问题 会有继承纠纷的问题嘛 你有看到吗 我会看到你 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市场上 在此 请你 遢磊 工作坡 有继续 能不能断 稍税 工作坡 運动